我們出去作秀 就突然出來一個流氓 你是黃香蓮 你真孝敗 哥仔細天王 被流氓找查呼巴掌 黃香蓮累到靈魂出燥 癱瘓開刀 的確我是很敢穿 男人喜歡我 越是孝想我就越捨得花錢 回我二十年這樣出來 然後再演戲 我為什麼不演 我就說我會怕會走 會唱歌 要叫我唱 要叫我跳 要叫我閉 要說每個人我都 還說我就是什麼 我不要演 要讓觀眾高興 觀眾喜歡我就接 六十七歲的黃香蓮 早年和楊麗華也情並稱 歌仔細三大小生 吸引二十年的她霸氣 現身客串台劇 先起播回一渣 歌仔細我是小生 我就是裡面最大 我就是最大的最漂亮的 誰能跟我搶 他也沒有人可以搶得過我 只有拍戲 尤其是時裝的 會比美啊 會比辣啊 看看誰的戲紅啊 我們出去作秀啊 就突然出來一個流氓 啊妳是黃香蓮 喔 妳很囂張耶 就打我一把 真的喔 在台式那個時候 真的是通殺 什麼八點檔 閩南語 綜藝節目 應景的主持節目 反正只要黃香蓮上 誰都要我去 而且那個還是很夾 還要跳高 還要怎樣 要跳高 要 真的喔 妳那時候很猛耶 我本來就很猛啊 我拍戲很少用替身 那時候拍八點檔 大概三個月就要殺青 因為根本就是 吃不是吃 睡不是睡 24點 所以我那時候拍到後來 我就有一段時間 身體出狀況了 在訪問的時候 我看到我自己飄起來 那時候民間東路有一個什麼 土科啊 去就打背固存 4千塊給他 出來就能走路 沒打就不能走 沒打沒辦法做 逍遙公子的時候 拍到一半我就停了 不能拍了 那妳這樣子整個休養的多久 半年啊 開完刀的第二 第一天我就下床 然後第二天我就開始走路 一出院我就要爬山 我就要去走路 我就要去練我的體力 那妳知道我去爬山 我是兩隻手兩隻腳 只要狗爬式這樣一直爬 沒有力氣 很慘啊 那後來因為又 開始做國家劇院 不是硬底子的人 真的是幹不了 那時候大概45歲 大概在台上就是 有那種感覺說 上台靠機會 下台靠智慧 我想說 夠了啦 已經有交代了 觀眾要看的也差不多了 我想說給自己一個 穿襲 那時候高興的不得了 我有自己的時間啊 尤其是跟院士他在一起的時候 我根本就是需要衝使自己 要不然 我們整個外國人在說 我坐那裡好像公平的 因為我小人都不會砸 那時候覺得讀書很棒 現在去美國都 可以啦 開車啊 跟應對啊 什麼都OK啦 I'm 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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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projector I'mua